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我是Kimmerl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做一个 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 那我头上这个就是我之前淘宝开箱分享的 那个各大博主都非常喜爱的这个无痕发夹 真的是好可爱哦 我真的好喜欢这一个哦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上妆吧 OK 那隔离呢还是用的这一款 Orbis的UV Cut 这一款是由SPF和PA++++的功能的 那我们来一起上一下妆 那这一款呢一开始上脸呢会比较的白 但是很快的涂抹一下之后就会被皮肤完全的吸收 而且完全的不油腻的那一种 而且不会和我们的底妆打架的那种 你看我稍微的涂抹一下 它很快就会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 OK那我们今天的底妆呢就用这个 Le Priory的莱伯尼的这一个鱼紫酱的气垫 那这也是我最爱的气垫 没有之一啦 它的上妆能力特别的好 遮瑕力无比高 特别喜欢这一款 那我这个有一点用的差不多了 我已经买了一个新的啦 哦对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用的色号 我这个色号是NC10号 我觉得用气垫粉底 用粉底液真的方便好多 懒人必备 OK我们的气垫就已经上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遮瑕力有多么的惊人 你看我这边的这种晒的晒斑啊和黑眼圈都遮得非常的好 然后下巴也是之前的痘印啊什么的都遮得特别的好 然后有淡淡的光泽感 这一款真的是超级的棒 那眉笔呢还是用了这一支Hourglass的这一支眉笔 之前有介绍过的这个颜色叫Soft Brownet 就之前有分享过因为我现在的纹的眉毛已经没有了嘛 用那种极细的眉笔太浪费时间了 用这种粗粗的特别好画 简单的画一个眉毛 就看得到我的眉毛的颜色吗 就三下两下就把我的眉毛的那个空隙就完全填住了 就已经能够看到区别了 特别的好上手 然后用它的反面的这一头的这个眉刷来熨染一下眉毛 尤其是眼头的部位 那用完了Hourglass的这个眉笔之后呢 我会再用这种极细眉笔 这个是Dior的这个极细眉笔 色号是001号Brown 那我会用它再给我们的眉尾和眉笔稍微的勾勒一下那个形状 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稍微勾勒出了一点那个眉笔的形状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眼尾画 眉尾不是眼尾 眉尾画的稍微的尖一点 这样会看着更精致一点 OK 那我们的眉毛就画完了 OK 那我选了一支这个是MECA的这个全眼打底的一支那个眼影刷 首先呢我们用这一支DEMU的这个颜色是一个淡淡的那种粉色来打底 叫DEMU 用这个颜色来全部打底 下一个颜色呢我想用这一个HANA这个颜色 是一个带一点棕调的那种陶土色 来做我们的眼睛的中间和颜尾的这个提亮 在我们的眼睛中间从下往上的 多打一点颜色 然后颜尾也是 现在多放一点没关系 因为我们一会儿会用那个运染刷整个给它运染开 就颜色就不会那么深了 刷子是这个银铭美的这个刷子 这个头我特别喜欢 是圆圆的像一个子弹头一样的这种 这个特别适合上那种深色一点的眼影 然后选一支这个扁扁头的这种刷子 这个也是MECA的刷子 然后来挑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在我们的眼尾的地方来加深 那我就用这个颜色吧 用这个Coco的颜色 这是一个巧克力色 比这个刚刚的这个HANA会稍微的再深一点 沾取一点这个Coco 在我们的眼尾加深一下 这种扁平的头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眼部的刷具 然后在我们的下眼脸也是来加深一下 这个Coco真的很好看啊这个颜色 这一盘都很好看 现在的眼妆大致就是这样子 然后来找一把运染刷 给它全眼运染一下 然后运染刷用的呢 也是这支MECA的运染刷 这个头是比较长的那一种 来给我们尤其是眼皮上方来运染一下 那最后来选一个打亮色 在我们的眼头和眼窝中间来打亮一下 选哪一个打亮色呢 你们喜欢哪一个打亮色 这几个都挺好看的 这个MOOM DUST和这个BLAST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我用的最多的是这支BLAST的颜色 这个手印最多 那它这一个质感是那种软软的那一种 不是那种硬硬的bling bling的 它是那种软软的膏体状的 给大家刷一下它这个的亮色 我就随便挑了四个它的亮片色 给大家看一下 它非常的显色 真的是很bling bling的 那种很有湿润感的那种亮片色 就质地还挺特别的 ok 那我最终决定呢 我想要将我的红粉色系进行到底 我会用这个颜色 这个的名字叫做Flying 也是我用的挺多的一个颜色 我就用这一个来加 在我们的眼窝中间 这个质地真的是好绵绵软软的哟 一喷就一个窝 然后手上就沾的颜色很重的这一种 但是上眼其实还可以 上眼不是那种特别重 在手上反而会显得更深一点 ok 那我们的眼妆就完成啦 然后我们来夹个睫毛 那睫毛用的还是这个KI背影的这个 睫毛膏 我别说错了是睫毛夹 就一直都是用的这一款 那我们的睫毛就夹好啦 这一款真的可以把我们的睫毛夹得非常的翘 然后涂睫毛膏之前先来画一个眼线液 眼线液也是最近购入了这个Stella的眼线液 颜色是叫Intensive Black 咬一下 这一款是这种极细的眼线笔 然后也是非常防晕染的那一种 然后很好勾勒眼线 我的眼线就画好了 我的眼线画的实在是不怎么样 大家见谅吧 我其实画眼线没有几个月 我之前不是不画眼线的 最近开始迷伤画眼线还正在练习中 对不起大家 眼线画的太烂了 那睫毛打底呢还是用了这个Kate的这一款 这是一个睫毛纤维的打底 来给睫毛打个底 今天来用一支新的吧 这款没有怎么用过都已经有点积灰了 是这个NAS的一款睫毛膏 一款叫做Clymax Mascara 来试一下这款的效果如何 哇 头还挺粗的这种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粗头的睫毛膏 很容易画到眼皮上 来试一下怎么样 这就是淡淡的涂了一层的效果 哎 我这还不错哎 非常的纤长浓密有没有 哇 不错哎 我很喜欢这一支 OK 那我拿一支这个爱丽小物的 极细的这个睫毛膏给我们的眼尾和 下睫毛来稍微涂一下 这一支真的非常的细 特别适合涂小面积的睫毛 我们给眼尾 这支非常小 所以可以涂到 就是 鸡脚尬的地方都可以涂到 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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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用的这个颜色 这个NASTO Orgasm 也是老网红了 很久没有用过它了 腮红刷用的是这个 Real Techniques的这个 非常便宜 平价好用的一个腮红刷 然后头也是非常软 洗过很多次了 完全不掉毛 也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特别好用 这个Orgasm还是挺粉的 要小心着上 是不是那种天然的好气色的那种 腮红的颜色 然后它这个是带一点那种淡淡的 珠光的 相当于有一点提亮的效果 那画着腮红跟大家聊聊天 大家现在在家里面都在 外面有一辆车响了 谁的车 OK 停了 大家都在家里面 干什么呢 昨天刚看了那个爱得破降的12集 他们现在已经在 哦 现在我播剧透 他们现在在韩国啦 OK 高光的话来用一个比较闪的 这个BECCA的MOOMSTONE 这个颜色 上一点高光 然后高光刷用的也是 Real Techniques的这一个 一个高光刷也是非常好用 也是洗了很多次 不变形 不掉毛 然后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然后价格也特别的好 我买了是三支一个组合装的 Real Techniques的 高光也是非常难用 这个MOOMSTONE 有一个 微微的凹陷了 一点点的凹陷 估计没有个三五年载是用不完了 然后最近呢 有很多新的高光想要尝试 比如说Bobbi Brown的那个 是叫红烧肉盘吗 还是叫什么 五花肉 五花肉盘 对 还有 很想尝试那个香气卡 那个非常尊贵的那个很贵的 新的那个高光 就还有挺多东西想要尝试的 最激动的 我想要分享的一件单品 就是我今天想要涂的这支口红 这个是Bobbi Brown的一个口红 是叫Crushed Lip Color 然后这个色号是Plum 那我心仪这个包装已经挺久了 其实买回来也挺久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把它打开用 那今天趁着这个 Get Ready With Me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试一个新的眼 那这个是Bobbi Brown的这个 我觉得它的包装特别的 就是打中我的心吧 就是非常简单的 那种磨砂的包装 对 就还挺美的 中间有这个Plum的颜色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颜色 有点深的颜色 那正好我们今天的妆容都比较粉嫩嘛 用一个这个颜色来压一下 给我 这唇有点起皮 涂个这个润唇膏 Bobbi Brown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哑光质地的 确实应该给唇膏先打个底 不然会很干 我最近特别喜欢就是撕嘴皮 我发现越撕越干 我一定要改掉这个坏习惯 跟大家一起来试这个 Bobbi Brown的 Plum的颜色 上嘴是非常丝滑的 它的显色度不是很高 是那种可以多次叠加的颜色 OK那我现在就上嘴涂好了 它这一支其实是比它的这个管身看起来是更滋润一点 然后颜色也比它的本身的高体的颜色是淡很多 给大家上手看一下 它其实是那种很豆沙色的颜色 但是比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些豆沙色呢 略微的再带一点棕调 就是会更沉稳 更有气场的那种豆沙色 它不是偏粉 它是一种偏棕调的豆沙粉色 对这个颜色挺神奇的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然后你看你多涂一点 它就会更棕一点 然后涂的薄一点就是更偏豆沙色一点 OK那我把发夹取掉啦 只想说它不是无痕的 它是有痕的 我现在已经完全中分 回不到我的那个气流海了 那就中分吧 它还是有痕的 对 但是还是挺可爱的 就当一个普通发夹来用吧 OK那我们今天的妆容就完成啦 希望你看的开心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